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间公司员工收到消费简讯时发现金额大约在三十到一百六十元不等多为海外的小额消费资安专家猜测被集体盗用的原因可能交易时取款被测录也不排除资料被一次偷走集体外泄 办理完之后可能有一笔资料会进到公司的某一个人的电脑上面那你如果你的电脑经常没有一些可能防毒或是保护的话它确实有可能集体就被偷走 专家提醒想要避免密码遭盗用首先是千万别偷懒更换频率要高其次密码越复杂越不容易被猜到 再来误用个人相关的资料譬如自己或家人生日电话号码 密码越长它其实呢一定是越难猜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现在的时候ATM会去网站会建议你大概8码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你记得起来的话我会建议一定要超过8码 因为你现在的电脑的运算数如期8码很快就被拆到 银行发出声明稿回复关于新转户遭盗刷 疑似不法人士随机恶意测试客户卡号卡片有效日期等资料 他们第一时间已经替客户刷退并帮忙换卡并没有财务损失 在那些文章中的审明志陈一姐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